市场的改建要开始带动周边社区的进步 曾期盼北市第一国菜市场的改建能带动社区发展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如今因为金华城融机案被检联调查 也让柯过去其他争议案再度被外界讨论 柯文哲居然用检像八包把部分的楼层检像 让中共顺利得标之后在合约上面直接记载 未来要把楼层直接盖回去 50亿的工程预算要直接给中共 这难道没有官商勾结土利的嫌疑吗 会这么说是因为第一国菜市场改建案 当时也是由微经集团旗下的中华工程得标 议员推测雨果市场有可能是柯文哲下个未报单 这种虚无缥缈的标签大家已经看得非常的多 雨果的市场明明已经在议会讨论多时 而且蓝绿连调查小组成立的机率都不愿意成立 这摆明就是无限上纲以及是愈加之罪何患无辞 民众党权力和魏柯文哲清白 但眼下除了台志光北市科金华城三大案 还有两项包含南港转运站BOT案 有议员发现权力经被大幅减少10亿 并且转运车站面积在商办整体比例中过低 让柯文哲被质疑土利行光人寿 还有第一果菜鱼类疲乏市场改建案 零零总总五大争议案 被网友们戏称为台北城南郭 像南港的转运站 过去也有零星的讨论 说这中间可能涉及一些设计上面的问题 在下个会期一定会引起各党议员的重视 甚至会组成调查小组 柯文哲已经进入了大检视时代 进华城案还没调查结束柯文哲过去 任内所有重大工程也都被一一放大解释